我们继续上课 说指定的完整性 我们从两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了 你的指定系统当中设计的话 一定要有这些指定 这些完成这些功能的指定 所以说它应该是具备完整性的 但是我们说指定还有重要的一个方面 它是怎么来表示的 所以说这是对控制器来说 它识别执行一条指定的一个基础 所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 所指定的表示 所以我们知道指定当中的话 应该包括的内容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是指定的操作码 对吧 要完成指定运算功能和数据类型 要告诉硬件 所以说我这条指定 我希望完成什么样的功能 这些功能的话 是大概是个对哪些数据进行完成的 就是说是操作数 或者是指定的地址 这是指明用到的数据 或者是地址两部分 所以说这是功能的话 比如说是算罗运算当中的运算功能 然后这些运算功能的话 它对哪些数据进行运算 那么数据的来源 我们称之为原操作数 然后结果你存到哪去 所以说这是目的操作数 对于数据传送的指定当中的话 指的是我要传送一个指定 Move 把数据原来的位置和新的位置 你要告诉一下 从存储器当中的某个单元 读到通用计程器里边 或者是从通用计程器里边 写到存储器的某个单元里面去 或者说是我两个通用计程器 直接把数据给移动一下 当然这个一直说叫Move 叫移动 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移动不一样 你把这个分笔差从这块 移动到这块的话 这边没了 对于数据来说 这边数据还在 是一个拷贝的一个动作 所以原来的数据还在 输入输出 指定当中也是 你完成一个输入和输出 那么要完成到底是输入 还是说这是操作码来确定的 那么到底是对哪个设备 进行输入和输出操作 你要说明数据从哪来 如果是进入到计算机的话 从哪个设备来 那么放到计算机的 哪个单元里面去 是通用计程器呢 还是如果是DMA的话 可能是直接放到一个 内存单元里面去了 是放到内存的哪个单元里面去 这是输入输出指定 转移指定的话也是 到底是怎么转移的 转移的条件是什么 然后转移的目的地址是什么 所以说每一条指定的话 都必须要说明 它要完成的功能 否则的话这条功能 这个指定就没有意义 当然有一条指定 确实是不说 说我什么也不做 这也是一个功能 叫Lop 不用做 什么也不做 通常这些的话 是用操作码来表示的 另外这些功能 是对哪些数据来完成的 所以说要指明 用到的数据 地址或者设备 那么这个来说的话 是在地址字段里面来说明的 那么这些来说的话 大概数据 在计算机当中 能够存的位置 也就是这么几个方面了 通用计算器 速度输出设备的端口 然后存储器 当然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 直接是我要 做操作的数据的话 已经在指定当中了 所以说这是四种 四种数据的来源 所以说指定里边 所以说要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操作码 说明这条指定 完成什么样的功能 第二个要有操作数 包括原操作数和目的操作数 那么 剩下的一个问题呢 我们说指定是 一些二进制的位串 要把这两项内容要放进去 那么怎么来放 那第一个问题 怎么放 我们把它再分解一下 第一个问题就说是 你给多少二进制位来放 那么这个来说的话 叫做指定的自长 我放一条指定 你给多少二进制位吗 你刚刚前面说的 要有高效性 希望它占的内存越短 到底你给多少 你可以确定下来 对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给它 这么多位数以后 那么给几位给操作码 给几位给操作数 到底给几个操作数啊 如果是一个操作数 那么当然 除了操作码的部分以外 剩下的全数操作数了 那如果是两个操作数呢 那你还得说 第一个操作数是几位 第二个操作数几位 那如果是三个操作数呢 所以说可能要分清楚 第一个给多少位 存放一条指定 第二个 那么操作码和操作数 怎么分 第三个问题 哪几位啊 如果说五位操作码 那一共给三十二位 五位操作码 二十七位操作数 那哪几位是操作码 哪几位是操作数 那哪几位是第一个操作数 哪几位是第二个操作数 要说清楚 对吧 把这三个问题说清楚的话 那么指定格式 就应该是说得比较清楚了 说指定自长 到底给多少位 存放一条指定 那么当然计算机的存住器嘛 它存放在存储器里边 存储器现在最小单位 访问的单位都是字节 所以说免不了的 我们不可能说是占十二位 那个存储器就觉得有点为难了 那你还是干脆就十六位算了 你剩下的四位 我算是把证送给你的 否则的话我没法做 所以一般来说是按字节的倍数 八位 十六位 三十二位 六十四位 来设计的 当然现在来说的话 指定的 给的位数越多 当然越好了 那我比较宽松嘛 就像大家住房子一样 给三居室 你家里边可能摆的 比较好一点 你说只给个 桶子楼里边给一间 你要住三口人进去 那就比较困难了 对吧 所以说位数越多的话 当然就会给的 就会变得更规整一些 但是呢 你前面说了 内存要有高效性 就是它的指定 还是要有高效性的 所以这有点 有点矛盾 但现在来说的话 我刚刚说了 计算机的内存 对于程序来说 已经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所以说 大概来说的话 三十二位的指定比较多了 那么现在六十四位的 指定系统也有 所以指定制的话 操作码和操作处 两部分组成 所以说剩下的就是说是 你怎么把操作码和操作处 来分配这个位数了 这么有两种方式 就是或者说是 没有 就是把它来合理的分配的话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么原来的话 现在这个三十二位的指定系统的话 大概 MIPs 一条指定三十二位 那么 操作码给了五位 剩下的给操作处 有三操作处的指定 有两个操作处的指定 还有一个 一个操作处的指定 这些 但是呢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的话 就是原来 咱们同学 做了大实验用的例子 Tag系列的指定系统 那么它的一条指定的话 是十六位的 那么十六位的指定的话 它有操作码给了八位 剩下的是操作处置段 但是呢 它又有点奇怪 不是说 所有的指定都是十六位 那么有的指定是三十二位的 那么这个计算机 只有十六位的字长 那么就说是用了两条指定 两个字来表示 一条计算机的一条指定 而且这个指定 整个指定系统的指定 又是不规整的 所以说这是 这是一个方式 当然我们现在 说课上讲三十二位 要求大家做十六位 大家觉得 看过了十六位的指定系统了 说它规整性不强 这个操作处 一会是原操作处 一会是目的操作处 这个其实 比起当年你们的师兄 他们做的那个系统的话 要好得多了 当年讲的是这个十六位的指定系统 已经比较复杂了 有的是单字 有的是双字 因为到底十六位 它放不下来 但是要求他们做的是什么 做的是一个八位的指定系统 八位的指定系统 要实现的那个监控程序 功能跟十六位的指定系统 完全一样 那个监控程序 大概两千多行汇编代码 然后八位的指定系统的话 意味着 它有单字指定 有双字指定 还有三字指定 读一条指定的话 可能就要 如果对碰到三字指定的话 就得去访问三次内存 你想想这个实现的难度 所以相对来说 你们应该 比他们来说要轻松的多了 所以说怎么来放 是一个问题 我们看看 大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则 或者说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放 所以说指定字的话 是一条完整的一条指定的二进字的表示 那么指定字长 就是说是指定字当中 二进字代码的位数 就是说我们给它多少二进字位 来存放一条指定 当然呢 这个一般来说 跟机器指长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机器指长的话 是指计算机 能够直接处理的二进字数据的位数 主要是说是 我们数据通路 当中LU 它的计算能力 我们上一个单元介绍了 32位的LU 能够完成32位数据的运算 所以说一般来说 这个时候你存储 肯定是32位的 那么总线 一般来说也应该是32位的 当然你可能说 设计成64位的总线 或者说是设成16位的总线 来实现 这也有可能 但是呢 机器指长 32位 那么指定字长跟机器指长 就会有一些关系 所以说你到底用几个机器字 来表示一条指令 说半个机器字 那也有可能 对吧 反正比如说是 一个机器 我们刚刚说的 某些千螺丝系统 32位的机器指长 但是呢 为了节省 存序的空间 它用 指定字的话是16位的 然后一个 或者两个 这么机器字 那么 刚刚讲的 一些特例 就是 所有的指定 都是一个自长的 我们叫做定长的指定字结构 对吧 我一个指定系统 里面有200条指定 那么说 所有这200条指定 都是32位的 指定 我们称之为定长的指定字结构 那么 另一个机器的指定系统 也有200条指定 但是呢 其中100条是32位的 剩下的 100条可能是16位的 或者说还有一些指定是 其他的一些位数 所以说这叫变长指定字结构 这是历史上 变长指定结构 是很流行的一种方式 因为那时候的计算机 自长度有限 16位的那个自长 算是比较正常的 那么指定格式的话 是指把 这个指定自长当中 把操作码和操作数 怎么来进行分配 到底给操作码多少位 给操作数多少位 这是一个指定格式的方案 所以一般来说的话 操作码 放在这个指定字的高位 操作数的话 放在它的低位部分 所以说操作码的话 用来是指定 本条指定的操作功能 操作数地质的话 说明操作数存放的地质 有时的话 是操作数本身 对于一些立即事物的方式的话 说变长指定字 怎么来做的 定长指定字 怎么来做的 所以说定长的 操作码的组织方案的话 是规定了 落干位的位数 来表示操作码 说这条 所有的指定系统 这个计算机的指定系统 所有的指定 都是五位的操作码 或者是八位的操作码 这样的话是 表示定长的操作码的组织方案 这种方案的话 可以简化计算机硬件设计 因为你去区分这个 刚刚说了 取完指定以后 第一步就是 去对指定进行溢码 溢码的话 就是要区分操作码和操作数 所以说我知道你所有的指定 不管是哪条指定 都是这高八位 是操作码的话 那么我把这高八位 送给控制器 直接送过去 对它进行溢码 就能得到这些控制信号了 那如果你说 有的是四位 有的是六位 有的是八位 我这个控制器的实现 就比较困难了 我就要先去判断 这条指定 到底是四位的操作码 还是六位的操作码 还是八位的操作码 就是要多这么一个环节 那么这是 现在的计算机 大概多采用的是 定长的操作码的组织方案 当然历史上 有些计算机 采用的是变长的操作码的组织方案 那也是因为 确实是资源有限 没有办法 那么有的家庭 孩子多 所以说得给他们 放大一点的面积 那么孩子少的家庭的话 可能放小一点的面积 所以说这是一个 分配的方案 所以说指定中当中最高位 用于固定的长度的制段 来表示基本的操作码 用于地质位数 比较少的那些指定 另外一些多位的辅助操作码 扩充到操作出来的地质制段 就是说我去挤一些 为了保证指定的字长 整个指定的字长不变的话 我去操作码字段 去挤一些操作数的字段 来实现 操作码的位数是可变的 那么这种方式的话 我保证呢 整个指定的字长是一定的 但是呢 对于操作码的位数 是不固定的 所以增加了一码器的难度 所以说要求更多的 你做这个控制器的话 就会有一些硬件来支持 你要去先判断 到底是几位的操作码 这是PTP-11计算机 这已经是当时 DEC公司的很流行的一个小型机 咱们去 我读书的时候用的是这个 86年 学汇编语言 用的是这个PTP-11计算机 我学完以后 8后面他们就 比我第一届的同学就不用了 就被淘汰掉了 那是87年88年 然后历史上 咱们教学计算机 TEC2000的八位机 是一个变长的操作码的组织方案 另外一个方案的话 操作码字段和操作数地址字段的话 有所交叉 就是不是固定的 高位是操作码 低位是操作数了 那么操作码字段的话 可以在 有些指令放在其他的地方 有时候同时表示操作数 有时候表示操作数 这两种方案的话 就更不太常用了 但是你要说MIFS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 也算是这种方式 它的方可选字段 有些指令的方可选字段 放在尾部 所以说它也是 但是呢 它还是固定的 那个地方 可能对于 三超超数的 寄存器 RR型的那些寻置方式的话 那块就是一个辅助的一个操作码 那么不管怎么样分配 你要个明确的 就是说是指令系统当中 操作码的位数 限制了指令系统当中的指令的条数 所以说你的功能 是靠你的指令 不同的功能嘛 你要实现 200多种功能的话 你可能就需要 至少要需要多少操作码 这你要确定下来的 这是对于操作码 指令格式当中 怎么来分配的 那么对于操作数的话 也有 也有一个分配的原则 那么对于指令来说的话 完成一定的功能 那么这些功能 是对操作数进行完成的 那么这些操作数的话 到底有几个 首先是操作码 只会有一个了 对吧 这条指令 完成这个功能 那是确定下来的 那么这个功能的话 有时候需要一个操作数 有时候需要两个操作数 有时候需要三个操作数 所以说你要确定下来 这条指令的话 需要多少个操作数 一般来说的话 有不需要操作数的指令 有单操作数指令 有两个操作数的指令 有三个操作数的指令 那么你这些 还甚至有更多操作数的指令 你怎么来做 怎么来分配它们的 表示 那么指令操作数 里面说的是数据 数据的来源和去向 这条指令里面的数据的来源和去向 一般来说的话 刚刚说了 就这么四种情况 可能是通用继承器 里面的一个继承器编号 一种是输入输出设备 的一个端口号 然后或者是组存储器的一个存储单元 或者是一个立即数 大概就是这几种形式 能够存放数据的大概就这几个地方 那么你怎么来说它怎么存的 那刚刚说的操作码和操作数 有时候它可以进行扩展 去挤一些操作数的例子 是怎么来挤的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比如说某台机器的指定字 就是16位的一个机器字长 四位的基本操作码和三个地质码之段 三个四位的 所以说正好是操作码四位 第一个操作数四位 第二个操作数四位 第三个操作数四位 是这样来分配的 但是这个指定机器的话 它的指定系统有点不太一样 如果四位操作码的话 一共可以表示16个状态了 如果它都用四位操作码的话 可以设计这个指定系统的话 你最多能够设计16条 三地质的指定 对吧 但是呢 如果我用八位的操作码的话 我就可以设计成256条 两地质的指定 但是呢 这些数据的话 就要被占掉一个了 如果用12位的操作码的话 2的12能够设计 4096条一地质的指定 如果16位全部用作操作码的话 可以6万多条 零地质的指定 当然我们的指定系统 大概不会是这样说 只有三地质 或者只有两地质 或者只有一地质 或者只有零地质 可能是个混合的 但是我需要这个指定系统的话 我说我有三地质指定 有两地质指定 也有一地质指定 它们都一共有15条 零地质指定的话 有16条 我希望你在这个16位 自长的指定式中 来实现 那么可以选用一个 什么样的方案呢 可不可以做 我说有共有45条 加16条 51条指定 不是 45加16是61 那么可以这样来做吧 首先15条3地质指定的话 我给它放四位的操作码 然后三个四位的操作处 一共16位 对吧 这样的话保证它放下来 但是四位的操作码的话 只有15条 所以我留了一个 特殊的操作码留出来 我把全一的操作码 先留出来 那么15条操作处 15条3地质指定的话 用了00001110 这15个码 那么线下的2地质指定呢 最高位 我告诉它是111 那就不是 不是3地质指定了 如果看到高四位是111 那么就不是3地质指定了 那么剩下的 紧挨着它的右边四位的话 我们又可以得到 15条15个操作码 0000到1110 那么这个的话 可以表示 15条2地质指定 剩下的15条1地质指定的话 我可高八位全用1 那么再扩充四位 因为正好你只有一个地质 我可以把那个高位的话 用作那个什么 用作操作码了 然后最后16位的 16条0地质指定的话 是高四位二位全是1 这样设计下来 整个全部都满足了 满足了的话 表示上是没问题的 很完美 实现上呢 那你要做这个控制器的话 你怎么去 知道谁是操作码啊 你的解决方案会是什么呢 如果拿到这么一个指定系统 那你设计这个控制器的话 51的解决方案就是说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认为16条 16个整个指定字 都是操作码 我把这16位 整个指定字 都送到控制器里面去 送进去以后 我来分析它 到底是高四位是全1 还是高八位全1 还是高十二位全1 还是高 就是区分这三种方式 区分完以后 我知道它是 哪些到底是真正的操作码 哪些是真正的操作术了 然后再进行译码 那再去取操作术去 对吧 所以说对于控制器的设计来说的话 就更困难一些了 它所需要的电路也就多了 那么这是一个 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每次扩展的位数和 还是前面那个16位 指定当中的话 如果说是三地质指定 两地质指定 一地质指定 分别是14条 30条 31条 16条 它又变了 那么这个方案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 14条地质的话 保留两个码 然后30条的话 也保留两个码 31条的话 再保留一个码 16条0地质的话 用这个 这个就实现了这么一个指定系统 所以说你的指定字和操作码 限制指定自常固定的话 那么操作码和操作数的位数 你可以灵活地来配置 这也其实 其实来说的话 是当时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 没有办法的办法 咱们凑合着 先这样安顿下来 后面的事情 咱们后面再说 所以性能 这些问题的话 暂时就 先考虑不上了 那么现在来说的话 基本上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那么PDP11 就是当年我用的这个 学汇编语言的那个机器 它是一个 整个指定系统的话 有16位的 32位的 48位的 三种 就是它是自常是16位嘛 所以说是单字指定 双字指定 三字指定 所以说 0地质的指定 有16条 然后这个 1地质的 有10位的操作码 然后6位的 目的地质 然后 6位的目的地质的话 它是 分了两个字段 一个字段的话 是通用计存器 另外一个字段的话 是这个 寻止方式 是 规定它的 三种 八种寻止方式 然后两地质指定 操作码就只有四位了 然后 这是 两地质指定 另外一种 两地质指定 但是呢 这是 双字指定的 前面是 10位的操作码 加上目的地质 然后后面再跟了一个 第二个操作处的地质 然后这是 48位的 三字自常 的指定 是这么一个 一个方式 所以说 它的指定系统 设计起来比较复杂 那么这个 又是 除了扩展了 操作码的话 指定自常 也是变化的 所以说你读 去取指的话 你一定要记住 取一个字 未必 整个指定取完了 所以你先要对这个字 先去进行一码去 比如说 对到这条指定 一完码以后 你知道是一个 十位的操作码以外 你还要知道 它是一个 双字指定 第二个操作处在哪呢 你还没取过来呢 所以说你去取 第二个操作处的时候 应该再去读一条 指定去 所以说 取一个操作处 取一条指定 可能需要 两个仿存的操作 光取指定 那这样的话 对你那个 实际上 实现的复杂度 在于这个 状态机的设计了 你的指定的执行步骤 它的状态机的设计 那显然 这种方式的话 不太适合 去做流水 我们流水的话 希望一次 能把一条指定取完 然后下一次取的 肯定是下一条指定 所以说这是 扩展操作码的技术 PDP-21除了是 操作码是 不定常的 整个指定字 也是不定常的 360的话 类似 我们就不详细说了 这都是当年 70年代 80年代的 这个 主力的小型机 360的话 360算是 算是中型机 大型机的 都是采用的这种 这种指定系统 那么 操作数 还有一个就是要注意它的这个存储 存储方式了 有些地址 作为操作数 然后数字 作为操作数的话 有定点数 伏点数 实际字数 字符 或者是说我们后面介绍的 unicode 还有utf8 那有一些逻辑的数据 那么这些数据的话 在存储机当中的存放 有些大端和小端 这个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大家取数的时候 注意一下就行了 这个我们就不做详细介绍了 下面花点时间来看看这个寻指方式 我们看在指定系统当中 除了操作码以外 剩下的都是操作数字段 那么这个操作数字段的话 其实我们说就只有四种 数据只有 在计算机当中存储的 只有四种个地方 可能是立基数 这个有 这是最特殊的 那么可以能存储在 存储器里面 可能存储在 通用计存器里面 可能存储在 速度输出设备的 那个端口里面 也是个计存器 大概就这四种地方 那么这四种地方的话 有必要搞很多种 寻指方式吗 这是一个特别 就是可能给大家探讨的一个问题 寻指方式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我们先把这个问题 先放一放回去 可能大家再考虑一下 我们先说说它的概念 寻指方式指的是 本条指定的操作数字子 及下一条要执行指定的 地址的方法 这是它的广义的一个定义 我一直说的是广义的一个定义 我们狭义的定义的话 就是本条指定的操作数地址 你根据这个指定格式 找到你所需要的操作数 等于是一完麻以后 知道这条指定 完成什么样的功能了 那么你要先去取操作数 你从哪去取 说白了就这么回事 当然广义上来说 下一条指定 你PC要改怎么改 那又是也是它的一个含义 那么我们现在介绍的 寻指方式就是指 根据指定的格式 得到它的操作数 这种这个形容 那么不同的计算机系统的话 它的指定系统不太一样 这个指定系统 除了这个说明 这个指定功能以外 它支持的寻指方式 也是很不一样的 而且是很讲究的 或者说是对它的功能 也是很有影响的 那么复杂程度和运行性能 是不一样的 那么有的计算机 寻指方式比较少 那么有些计算机 采用的是很多种的寻指方式 那么这些操作数 我们刚刚说了 大概就在几个地方 那么为什么搞这么多 寻指方式 那么这些寻指方式 在里面又是怎么表示的呢 那么在指定当中 我们说有操作数字段 那么这些操作数字段 在指定当中的话 这个地址的话 体现为 还是说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地址吧 这个地址的话 我们称之为形式地址 那么这个地址给出来的 因为它位数到底有限嘛 刚刚说的 我们操作码占了一部分 剩下的可能要摆两个操作数 三个操作数 甚至更多个操作数 那么位数是有限的 所以说我们会有一些编码来表示 这都可以理解 给它一个形式地址 那么根据这个形式地址 去找到真正的操作数的话 这个过程我们叫做寻止 或者说我们得到一个真正的实际地址 叫做寻止 要做的话 主要就是要得到寄存器的编号 如果是对寄存器进行寻止的话 要么就要得到存储器的地址 对存储单元进行访问的话 要么就要得到端口号 对输入输出处设备进行访问的话 大概就是这些 所以说它的寻止方式的话 有很多种 我们看一下 最简单的一种 立即数寻止 立即数寻止的话 就说是这个形式地址就是一个数 你拿去用就可以了 所以说取完值以后 那么操作数就已经拿到了 所以说所需的一个操作数 在指定的地址之端当中 直接给出来了 比如说有的指定系统里边 操作码完以后 那么这可能是某一个操作数 或者是一个目的操作数 那么这是一个 后面跟着一个原操作数 那么这个立即数就是 就是实际上成交运行 成交运算的一个数 或者说是立即数的话 如果它比较长 因为这块的话 肯定它就比较短了 如果它比较长的话 我们可以再给它一个字来表示 这也叫做立即数寻止 那么它是适用于操作数固定的情况 然后取止的同时取得到操作数 那么性能肯定会比较高一点 提高了指定的执行速度 但是由于它位数比较少 所以说给它位数一根比较简单 然后如果是说是更长一点的数的话 需要提供第二个字来提供 但是要注意这个运算的话 对立即数的运算 因为它的数据比较短 所以经常要对它进行扩展 所以根据操作码的功能 你要知道它两种方式 扩展方式的话 符号扩展还是零扩展 这个要大家要注意 所以立即数寻止的话 那么一般来说 程序里边一些长量什么的 可能放到这个立即数寻止方式来实现的 第二个方式直接寻止 直接寻止的话 说明的就是说 在指定的地址码字段 直接给出所需的操作数 或者指定当中存储的操作数 或者是它在存储器当中的地址 不是在内存当中吗 那么我操作码给完以后 我直接给你在内存当中的地址了 直接去 那么你去拿这个地址去读存储器 那么你就能读上所需要的操作数 这是直接寻止方式 所以说这个字段的话 是在存储器当中的地址 或者转移指定当中 要用到的一个指定地址 修改PC的话 你直接把这个PC值改去 去修改这个PC了 所以这是直接寻止方式 拿这个指定当中的形式地址 直接去访问内存 能得到读完一次内存以后 所读出来的结果 是所需要参加运算的数据 第三种方式的话 是访问寄存器的 我们说是寄存器群子 这也是我们指定当中最常用到的 尤其是对于Risk计算机来说 它的所有的指定 都是在寄存器运算的话 都是在寄存器之间进行的运算 所以说是寄存器群子 加上寄存器间接群子 然后看看它说的是什么 寄存器群子很简单 就是说是寄存器里面 存放的这个值 就是需要参加的运算的数据 所以说我们只要给出 在指定当中 只要给出寄存器的编号来 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这是寄存器的群子方式 但是呢 如果是说 这个寄存器里面 寄存器里面存的那个值 不是直接参加运算的数据 而是这个数据 在组存当中的地址的话 我们称之为寄存器间接群子 这是两种方式 这两种方式的话 都要给出寄存器编号来 在形式地址里面 给的都是寄存器编号 当然呢 如果是说是间接群子的话 可能还要再给出一位来 或者两位来 来说明它是不同的群子方式 这是直接用寄存器的话 那么寄存器编号是5 那么这里边写的是5 如果它存的内容是7 那么就寄为 就是拿7去参加运算 但是呢 寄存器间接群子的话 要从内存7号 从7地址这个内存单元里面 读出来的数据参加去运算去 这是寄存器的间接群子 还有一种方式的话 前面这三种方式的话 大概都可以理解 然后还有这种就是辨子群子 辨子群子的话是 地址是由指定的辨子寄存器 这也是一个寄存器的编号了 的内容和指定当中的辨子 偏移量相加 然后得到的 比如说是它有一个寄存器的编号 有一个偏移量 然后它的真正的数据的话 是辨子寄存器的内容 加上这个偏移量 能够得到一个地址 那么这个地址的话 拿这个地址去读内存 能得到的一个数据 来参与这个预算 这是一种辨子寄存器的方式 比如说是 偏移量是18的话 寄存器编号是5的话 如果它里面存的数据是5700 那么是 操作数的地址是5718 然后从这里面去读 那么辨子寄存器内容变化的话 辨子的偏移量不变 然后 偏移量不变 那么辨子寄存器的内容变化的话 我可以去连续的去读 内存的一个连续的区域 对吧 那么内存的连续区域 一般来说在高级元里面定义成什么呀 可能是数主常用的一个数据结构 放在内存里边 它是存放着一个连续的同类型的一些数据 所以说这个的话 对于数主访问 经常用到的一种 一种寻置方式 对于数主 经常用到的一种寻置方式 你编译器的话 可能碰到数主的话 它希望有这种寻置方式 它编译起来比较简单 实现起来比较简单 那么这样的话 它会 所以你会选择把基子放在哪 是这个偏移量呢 还是放到这个寄存器里边 基子 基地子 放到寄存器里边 那你每次做 取下一个数的话 都要对这个偏移量进行运算 对于偏移量进行 进行加德塔 加不长吧 方便还是对这个寄存器 加着更方便 加寄存器更方便 所以说一般来说 你会把 应该选择把这个 基子放到这个偏移量上面 然后剩下的靠这个寄存器 来做那个什么 做补偿 往下走了 这是变子寻置的方式 为什么要有 是因为高级源里边 有宿主这个结构 相对寻置 相对寻置跟变子寻置有点像 但是呢 它不是一个 通用寄存器 或者说不能叫做 就是普通的一个通用寄存器 而是一个特殊的寄存器 特殊的寄存器 特殊在哪 它是PC 所以PC的话 就不用说了 如果说确定下 是相对寻置的话 那么PC我们就可以隐含掉 不用说 就直接给偏移量就可以了 加PC 来得到这个实际地址 这是那个什么 这也是一种方式 这种方式的话 主要用于转移指令 你跳转 跳转的话 我们说 从现在这个位置 跳转往前 往高地址部分 往前跳 程序的后面那部分 去跳转 或者是往 它前面去跳转 那么跳转 大地 跳转到多少 那编译器的时候 它不知道 你最后装怒的时候 会装怒到哪个地址 所以它算不出 它这个跳转的 绝地地址来 所以说这对编译器来说 就比较困难了 我说我跳转到 它下面 十条指令之后 那现在的这条指令的地址 你都不确定了 你十条指令的地址 你也确定不了 但是呢 我确定 能够确定下来的话 就是十条指令之后的 那个地址 所以说 这个偏移量 我是知道的 所以说我这个 相对寻止的话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浮动程序 你程序的 编译的时候 你不知道到底要 会装怒到什么地址去 但是不管你装怒到什么地址 它的那个 跳转的目的地址 跟当前指令的地址 是确定下来的 这个距离是确定的 所以说 我把这个距离告诉它 然后下次你去寻止的时候 不管你装到哪 都能够找到正确的地址上去 所以这是相对寻止 这样的话 因为跳转有向前跳转 也有向后跳转 所以说 我把这个偏移量 可以振 可以负 做一个加法的话 用补马来表示 做加法的话 能够同时实现 这个往前转移 也可以实现往后转移 这是相对寻止 所以说 为什么要有相对寻止 是因为 我有浮动程序的要求 那么还有 间接寻止 间接寻止的话 它地址这段给出的内容 不是操作术 如果是操作术的话 是地址术的 也不是操作术的地址 也不是间接寻止的方式 而是地址的地址 比较老 这次分为间接寻止方式 那么它是地址的地址的话 意味着 我先去读一遍 组存 读出来的还是一个地址 然后再拿这个地址 再去读组存 那才能读到真正的操作术 所以说这是 要多一次对寻访问的操作 那么这个来说的话 是一种符合的寻止方式 对于多维数组的话 可能是一个解决方案 机子寻止的话 也是为了解决这个 浮动的问题 它有个机子寄存器 然后再加偏移量 来做这个得到这个操作术 因为程序或者数据 分配这个存储区 对于多道程序 或者是浮动程序 很有用 因为每个程序的话 它的那个装路地址 真正掉路的时候 执行的时候才会确定 那么它的数据方是什么地方 都靠这个机子地址来确定下来 所以这是机子寻止 解决了存储器 定位和扩大寻止空间 一些问题 这是机子寻止方式 还有我们经常用到的 对站寻止 压站和那个出站操作 这个就不详细说了 大家都应该比较清楚 压站前的话 要把这个指针 先上移一个 然后把数据放到对站顶部 那么出站的话 要把指针先下移 然后把数据给拿回去 拿回到那个集成器里面去 这是对站选止 那么对于站的操作的话 是一个必须的一个操作 所以今天我们介绍了 控制器的主要功能 它要求能够正确执行 指令规定的功能 能够自动连续地执行指令 由于它都是对指令进行操作 所以说我们了解了一下 指令系统 它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重点的给大家介绍了 指令格式和寻止方式 大家回去的话 因为马上就要做这个 去了解一下 咱们THCO MIPOS指令系统 看一下这个 应景实践教程的第二章 把指令系统给熟悉一下 然后考虑一下这些思考题 好的 今天到了这块 谢谢大家 下课